在2004年的时候 郑先生将自己的房子 卖给了一个韩国人 当时因为房子还没有下房产证 所以也无法更名过户 双方就签了一个合同 等到房产证下来之后 就完成了更名过户 并付完剩下的房款 可没想到房产证下来之后 郑先生再也联系不上这个韩国人了 当初自己一把房子交给这名韩国人 现在房子被对方给占用着 而且一直不付剩余房款 郑先生就向法院起诉 并要求强制执行 没想到执行法官去探访的时候 却发现韩国人早已把房子租出去了 而租客表示并不愿意腾房 本案那个判决的判相呢 是原告和被告互相 付一个金钱给付的义务 因为这是一起合同 买卖合同纠纷 互相给付金钱的数字 应该都是30万 一方是房款 一方是30万的违约金 事情还要回到2004年 在2004年3月25号 郑先生与一名韩国人 通过中介签订了一个购房合同 这名韩国人也姓韩 以下就用韩先生来代替 在2004年的合同中约定 郑先生将自己一套161平方的房产 出售给韩先生 总价款63万9 双方又签了一份来补充协议 里面规定任何一方不得违约 如果有任何一方违约不买或者是不买 那么将赔偿给对方60万 同时郑先生的房产证下来以后 就通知韩先生 在15日以内进行了房产过户 并支付完剩余的房款 在合同签订 当天 韩先生要支付给郑先生房款30万 郑先生把房子和钥匙交给韩先生 在更名过户之后 韩先生付剩下的违款 在十年之后的2015年 这房产证终于是办下来了 按照合同约定 就应该更名过户 可没想到这时候 郑先生就再也无法联系上韩先生了 郑先生通过多种方式 向韩先生取得联系 无论是找到韩先生的公司 还是给韩先生发邮件 都无法联系到韩先生 随后郑先生向法院起诉了韩先生 在2020年的时候 法院是做出了判决 解除郑先生韩先生 2004年签订的购房合同和补充协议 判决韩先生在30日以内 要将房屋腾空交给郑先生 郑先生在30日以内 返还了韩先生购房款30万 同时韩先生要在30日以内 支付给郑先生违约金30万 最后判决下来以后 韩先生还是没有现身 所以郑先生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在目前这个房屋居住人 并不是本案的被告 而是案外人 据案外人所说 是被告将房屋出租给他们 最近期间是15年 一直租到2029年 因此他们也向本院提出了一个 执行役的申请 但是已经被驳回了 现在处于据案外人自己描述说 处于在一议诉讼期间 但是依据我们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诉讼期间 一议诉讼期间 我们的如果申请人提供了 前任的担保 法院可以一申请继续执行 所以我们今天对那个一申请 对这房屋进行一个 执行法官去查看房屋的时候 发现这房屋现在是有人居住状态 原来韩先生在2014年的时候 就将房子租给了全先生 租期为15年 一直要到2029年 全先生已经在向法院提起执行役 但是被法院给驳回了 所以执行法官今天准备强制执行 有人吗 有人吗 有人开一下门 和平法院执行局 桥门无人应答之后 执行法官向乌业邀到了电话 这电话那边的人 自称是全先生的弟弟 全先生的弟弟表示 他现在并没有在房子里 现在还在外地 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联系自己哥哥 喂你好 是全城日吗 你找谁啊 我找全城日 和平法院执行局 我找全城日 你是全城日吗 不是啊 我的弟弟啊 全城日是吗 上次上周来 我们过来同房的时候 是你在屋里吧 是吗 我说上周来 我们来北市家人同房的时候 是不是你在屋里边 应该是吧 屋子到的记不清啊 我们那个 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外边呢 我知道你在外边 你跟在屋里边 你现在回来一趟吧 我们现在在你房子呢 我现在回不去了 我在外边 真的挺远的 你是全城日的弟弟 然后你是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你是在这个屋子里居住 还是说暂时在这边 就是暂时在这边 就是休息一下 我是什么啊 就是暂时也是暂时 我会回来 我会这个住一下 是吗 嗯 你全城日现在 你能联系上吗 是什么事啊 我们现在 之前提过这个公告啊 咱访问一下 那个生肖里民事判局 对这房子进行 依法的疯狂 疯狂 之前已经告知过你的 上述了啊 你说这应该是什么 那我去年不知道吧 你 你让全城日自己联系我 或者让他现在来这个房子 这吧 我们现在就在房子门口啊 那我也不打电话啊 你让他自己门口 马上来一下啊 好了 最后执行法官给全先生 打去电话 全先生在电话表示 自己现在正在牡丹江 现在赶不回来 但是自己已经提出 执行一致之所 喂 全城日是吧 对 可对法院执行局 我们现在在一个 北市家园一号楼 一南园二四楼 那个一号门 这个现在我们在 这个房产所在地了 现在我们要进行 那个开除 等房了 你说什么 你提起什么 你执行一意 你执行一意 是不会回来 你现在提起的 执行一意之速 对吗 对 这个过程是我们执行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迷之所通法的解释 313条 现在申请人赞晓东 向我们提供 财宝的保单了 提供了担保 一定要咱法律的话 咱这才可以执行 而且我们五月份的时候 已经通过公告送达 上周我们来腾宝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弟弟 全昌日 让他通知你了 给你明交时间 再把房屋腾空 喂 喂 你现在人在哪里 在哪里 你现在的黑龙江 美丹江是吗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 你现在到着现场 对吧 对 你知道我现在因为 我们已经公告送达过染次了 然后现场送达告知过一次 咱一定要程序 正常腾法 然后呢 你这边我们就是 进入以后 会对你无论那个物品 进行一个 执法记录的那个录像 和盘点 然后我们会进行换索 然后留一个那个 防护保管人的电话 法院的电话 就是我的 你可以随着联系我 你来到谁啊 以后可以过来 反正只要我给你做一个禀物 然后咱进行一个法院交集 东西什么的呀 东西暂时 你这边如果说能回来 和你弟弟能回来处理的话 你们可以向包管人家钥匙 自行处理腾空 跟我们这些公告送达告知人一样 就是这东西需要你们自行腾空的 我们今天可以暂时不处理 行行行 那我知道了 那你尽快在那边 原来全先生提了执行役被驳回之后 又提起了上诉 但是根据法律 执行役之所 不能影响执行法官的执行 所以今天执行法官还是要强制腾访 最后执行法官向公安机关进行备案 然后让索王进行了强制开锁 可没想到这房子打开以后 这全先生的弟弟居然就在屋里 哎呦 五人 五六人 五六人六人 有什么事啊 你是什么人 那销售那天门也去销售 哎呦 你是谁 我是那个这个 房中那个那个全城日弟子 你叫全城 全城日 我刚才打电话 我让他弟弟通知全城日的 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 没有 我把你身份上收拾一下 你不是我干我 我干我 衣服穿 衣服穿 刚才执行法官打电话过去 这全先生的弟弟 还说自己在外地 看来全先生的弟弟 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故意不配合执行法官的工作 执行法官进屋之后查看到 因为房子里长期有人居住 里面的物品是非常的多 所以执行法官决定 今天先换所查封 如果以后全先生要来搬东西 要通知法官一起过来 刚打电话 你可以再跟他去 必须得搬 至于说你们定哪天搬 咱可以给你留把钥匙 我今天怎么办 那他本身也不在 我告知他了 就是说如果他回来 或者说你负责搬这个事的话 你跟他确认一遍 你俩具体定个方式怎么办 他来的呗 他是在哪天 真的 告知过了 不能等 不在江湖 回不在江湖 啥时候推的 好多钱了 啥时候能回 我今天能回来 你刚才讲的事 你跟他说一下 这是个大事 对你家可能是个大事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法院的房子呢 必须得搬 另外后果知道吧 咱们现在叫执行现场 咱们叫执行公务 阻挠的反抗的 请你严重的够拘留 够罚款 再严重的够判刑 那你现在换又是吗 然后我 我换了 我这个衣服什么 我简单的 我得拿我 可以啊 你都拿了我 就是 然后明天就 等我 然后再找你们 你们解决吧 你们能干什么 可以 这时候执行现场 来了一名女子 这名女子自称是 全先生朋友 她对执行法官 今天腾房强烈不满 这名女子说 整个事情 她是知情的 但是她认为 法院判决有问题 因为这名韩国人 护照都是假的 法院的判决 肯定有问题 这名女子自称是全先生的朋友 但是却提供不了自己的身份 执行法官今天来执行的案件 被执行人是全先生 任何与案件无关的人都是案外人 不能够干扰执行法官的工作 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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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我是假的 你们就咱们给看啊 你什么证呢 我什么证 我来得及 啥子 啥子 我都不光你叫啥子 我叫你一句 现在所有 所有的案件的事情 我都在跟人喊过 你是代理人呢 我不是代理人 这是案件 新书女人 站在这儿了 我啥女人 站在这儿了 那就别人 就别人 咱们别闹 因为啥 当事人主战 要是战了 刚事人 全程度我也就联一张了 电话就通完了 你的身份肯定不讲 我的身份不讲 但是因为啥子 法律是 出用公正的方面 谁说话 对不对 我们是法官 对我知道 法官是不是公正的 咱俩打算 你们法官 得从 就是法官里 这么做事实 当事人的武裁 你们就给宣判了 你们又来执行了 这就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你那么假的 本身就是违法 因为我查了这些 行了 行了 我警告你 可以警告 这是职议站长 注意你的言行 因为你的身份 不能干扰这个事情 因为你连当事人都不是 你只能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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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 所以注意这种言行 请你出去 退出这个职议站长 听明白没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对 我没听懂的 让你出去 你请你出去 你代办卡 我就拘留你 听明白了吧 那个 我法律是被老百姓服务的 是谁 是谁 你是谁 你把身份证拿来 你把你身份证留着 咱可以拦 明白 你身份证有没 没拿来 没拿来 你得请出去 执行法官让这名女子离开现场 可没想到这名女子 居然是拿出手机进行拍摄 而且对执行法官出言不逊 执行法官已经警告这名女子 但这名女子还是在阻碍执行工作 所以执行法官对她采取了强制措施 这时候全先生弟弟也开始收拾起东西 并表示配合执行法官的工作 最后执行法官 让干扰执行的这名女子写下回过书 这名女子也对自己行为表示认错 最后执行法官对着房子进行换索 等全先生回来之后 搬走了房间里面的东西 将房子交给郑先生 这个房屋的实际占有人呢 对我们说明这个情况 我们也告知他把自己的必要物品 目前先整理打包一下 先搬出 之后我们再统一约定一个日期呢 法院还有那个我们的申请人 还有案外去房屋使用人 约定一个日期 来把剩余的物品以私人进行空 然后把房屋交付给我们